嗨大家好,我是大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人体的特异功能 透视 相信很多人可能猜不到 在我们中国曾经出现过一个超级特殊的机构 就是人体特异功能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的出现 跟一个12岁的小孩 他密不可分 这个小孩的故事也是一波三折 他就是来自四川大竹县的唐宇 1979年3月11号 四川日报首先就报道了 大竹县最近发现了一个能够用耳朵认知的儿童 而且经过他们的反复考察 是确有其事 那么唐宇当时是一个12岁的学生 在1979年10月的一天 唐宇就和他的小朋友陈晓明在一起玩耍 那么这个时候 他的耳朵就不经意的碰到了陈晓明的衣服口袋 不过没有想到的是 虽然是隔着衣服 但是在唐宇的大楼当中 就突然呈现出一包飞燕牌香烟的画面 于是唐宇就对陈晓明说 你口袋里面装的是不是就是飞燕牌的香烟 那么陈晓明虽然感觉到很奇怪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 不过当时他们俩正好在玩耍 也就没有引起过多的注意 两个多月之后的一天 一个村的几个大人正在一起闲聊 那么唐宇就对他们说 我们来玩一下拆字游戏 随便你们在什么地方写字 然后写好字之后 你把这个字包起来 然后再让我来拆 结果其中一个大人 就背对着唐宇写了一个防字 然后还把这个纸条戳成了这种小团 那么唐宇接过这个纸团之后 就放在了他的耳朵旁边 没想到他居然很快的就辨认了出来 就这样 那么唐宇能够用耳朵辨认字的消息 就立刻就传开了 不过这个消息传开之后 刚开始对于唐宇来说 并不一定是好事情 那么当时唐宇的小学老师 发现这个事情之后 就认为这个就是在宣传维新主义 于是就坚决的禁止唐宇 在玩这种耳朵拆字的这种游戏 那么村里面的文书李华欣 碰到唐宇的父亲 也特别上去来打了这个招呼 说要把你这个儿子要管管好 但是人就是这样子的 一面是保持怀疑 一面始终又不能够把持住自己的好奇心 那么包括唐宇学校的这个老师 他们也都非常好奇 难道他真的就可以用耳朵来识字吗 那么在1979年的2月16号 那么他的胡老师就把唐宇来 叫到他的办公室 胡老师就随手的从作业本上面 撕下了一张纸 写了三个字 然后折好了之后让唐宇来拆 不过唐宇来把纸团放到耳朵旁边之后 很快的就说 老师 你写的这个根本就不是字 只是一个红疙瘩而已 那么在场的老师打开一看 原来这三个字是用红墨水的钢笔写的 但是墨水没有干 那么老师他就把这个纸条给叠起来了 那么字迹就净成了一片 所以说就完全看不清楚了 那么当场几个老师就惊奇的说 哎呀 这个是真的呀 那么这一次之后 还没有到场的这些老师 又在中午让唐宇又试了一次 结果没有想到又一次宁验了 那么从此唐宇耳朵听智的消息 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 最后来甚至还得到了官方的重视 所以唐宇还特别被人从小乡村 请到了成都住在大饭店里面 这之后来四川日报的记者 才打算把唐宇的事情发到报纸上 不过这些之前的都只是市面上的传言 那如果说直接报道呢 那肯定不行 万一呢这个唐宇只是一个江湖骗子 那这个报社可就丢脸 可就丢大了 那么在正式报道之前呢 他们也准备要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而且啊怎么刁砖怎么来试 于是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 他们要用好几种不同的笔 比如说钢笔啊 毛笔啊 铅笔啊 而且呢还要用不同颜色的 这个字体呢 分别写了这个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 等等这些字体 而这些字条呢有的呢就叠着这个一层又一层的 有的呢直接就这样搓一搓搓成了小纸团 然后啊再交给唐宇呢用耳朵来辨认 结果啊每张字条呢唐宇呢只用了几分钟就辨认出来了 而且啊最重要的是啊 这些字是用什么颜色什么笔写的呢 他都能够准确的用耳朵来听出来 那么在经过这一系列的考核测试之后啊 唐宇的这种特异功能呢就终于呢被这个报道了 那么瞬间呢就引起了国内的震惊 甚至了唐宇的事情呢还传到了这个大洋彼岸的美国 而且啊自从唐宇的这个事情传开之后呢 根据统计呢 自1979年3月14号到5月5号之间呢 全国又有12个省上报了20多名 他们可以用耳朵啊鼻子啊手指啊脚指啊 鸽子窝啊胃啊前额啊 用这些部位来认知的这些奇人逆事 那么这些人呢他们也不都全部是小孩 有的呢从9岁到40岁都有 而且啊根据报纸上的报道 这些人的这些特异功能呢 也都像唐宇一样啊 他们也都经收过当地很多人的亲身的验证之后 才见报的 不过呢就算是经过很多人的亲眼验证 但是呢用耳朵听字 这实在呢是太不符合场理了 于是啊很快呢就有另外一批报纸呢 就大量的报道说 那像唐宇这样的人呢 多半都是属于江湖骗子 那根本呢就不可能是真的 于是啊很快舆论的风潮呢就变了 那本来唐宇呢因为这个特异功能呢 受到大家的瞩目 又是受到人民的接待 又是呢上报纸的 那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呢 其实就是一个小网红呢 但是呢 现在除了身边的老师 再次告诉他 不要再随便玩这些小把戏了 而且呢报纸上啊 还天天有人报道说 唐宇耳朵听字呢 只是骗人烟抽的这样一个把戏而已 人们就说啊 他每次听字之前呢总是磨磨叽叽的 其实呢这个就是他在故意拖时间 那么才好机会啊偷看这个字条而已 那么照说来啊 这样的情况出现以后呢 唐宇这样的网红啊 基本上呢也就可以说是凉凉了 不过呢唐宇的哥哥啊 他终于是忍不住了 因为他哥哥本人呢 自己啊就亲眼多次看到他 弟弟啊可以用耳朵来识字的这种能力 那现在呢却被人说成是骗子 那么眼看他弟弟小小的这个年纪 要受到这么大的压力啊 于是呢他就仗义的为他的弟弟 写了一封深渊信 那么信中大致的意思呢就是啊 亲爱的科学院的同志啊 那么唐宇耳朵呢 他一旦接触到纸团呢 脑袋呢就会像 罩着几十瓦的这个电灯一样亮 那么纸呢就像电影的荧幕一样啊 纸呢就在这个纸目上逐一的出现 但是呢有些人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说 人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 那是假的啊是魔术 而且呢是给中国人丢脸的 那么小小的年纪呢 根本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 而且呢唐宇呢他是住在农村的 那学校呢在县城 那么每次呢都要走路去上学 而且这个路呢又很远 那路上呢总会有人因为这个事情呢 对他来指指点点 那么他们家人呢也都觉得非常的不放心 所以说呢他们就希望科学家呢 能够给唐宇的这个事情呢 给人们一个科学的解释 那么这样呢就能够证明唐宇的清白 那么他们今后呢也就可以放心了 那么结果就没想到啊 这封信呢就真的起到效果了 那么上海的自然杂志呢 就再次特别组成了非常具有权威的考察团 那他们呢就必须要弄清楚唐宇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特异功能 那当然后呢结果也非常明确啊 大家一致认为啊唐宇的耳朵呢 确实是能够变色认知的 绝不是威严耸听 而且呢他们也谴责了其他不知道真相的人 无端的指责唐宇 太过专恨毫无道理 那么他们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呢 那我相信你可能也会认为啊 唐宇其实呢他也并不是真正的特异功能 或许呢真的是使用了魔术之内的这种障眼法 那么在这个自然杂志的这个调查报告当中呢 其实啊就可以完全打消你的顾虑 那他们这次啊为了这个测试呢 其实是做足了准备 那么有人认为啊唐宇呢 之前认知的这个把戏呢 可能是啊悄悄的在这个背后呢 偷看了写字人的这个知识 那所以说呢 他早就已经猜到了这个写的字的这个内容 于是啊他们在测试之前呢 其实就早就已经把这个纸条呢 已经写好了 同时呢又为了防止唐宇在听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这个偷看这个纸团 那么在测试的时候啊 就必须要这个丢手亮坨 那么意思呢就是 双手啊要这个仔细检查 不能够有任何作弊的东西 那么最后呢 这个纸团在这个识别的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纸条要换手 或者是比如说他要换一个耳朵换手 那么必须在考察团 多名成员近距离眼皮子底下进行 结果呢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 那么唐宇呢 辨认了五个字团 那么除了一个以外 其他的四个字团呢 六个汉字 全部都辨认正确 那么最后呢 考察团反复的这个 就询问唐宇啊 他究竟是怎么把这个字和图 通过耳朵来辨认出来的呢 那么唐宇就说啊 当他这个纸团塞入到他的耳朵以后呢 有的时候就会有像机器一样的这种嗡嗡的声音 接着呢 在他大脑额叶的部分呢 就会出现像电影一样的这个字幕 而且呢 这个字幕呢 每次出现的位置啊 也不一样 如果说纸团呢 是从这个左耳塞进去的 那么纸团呢 就会出现在左的 左边的额叶 如果说纸条是从右耳塞进去的 那么这个 字幕呢 就会出现在右额叶 那考察团呢还发现啊 唐宇用这个耳朵来辨认这个图像的速度和准确性呢 和他的情绪呢 是密切相关的 那当他兴奋的时候 也愿意认字的时候呢 就又快又准确 那么最快的一次呢 那可以在十分钟之内认对八十四个字 而当他不高兴 或者是勉强的时候呢 就准确地降低 而且时间呢也很长 甚至呢 还可能会完全辨认不出来 那么刚才说的这些调查报告的内容啊 你现在呢 依然可以在我们中国之网上面的话下载当年有关唐宇的考察的报告 而且呢 或许是因为唐宇这种特异功能的风波呢 那在第二年的二月啊 在上海呢还召开了一场特殊的会议 那就是第一次人体特异功能科学研讨会 那么这些学者们呢 研讨之后呢 就得出了结论就是 耳朵认知啊 气功啊 等等这些人体的特异功能呢 是真实存在的 包括后来著名的科学家 前学生都说过 四川有一个小孩叫唐宇 耳朵认知呢 是真的 那他认为啊 人体特异功能呢 是百分之百真的 虽然有人作假 也有人骗人 但并不能够否认 人体特异功能的这个存在 他认为包括气功啊 中医啊 等等这些 他们之间呢 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只不过现在人们 还没有找出其中背后的 科学证据而已 那么这个呢 或许就是为什么 后来中国出现了 特异功能研究所的原因呢 不过即使是前学生 这样的大佬啊 他们出来发话了啊 但是呢 我相信很多人 依然还认为 这些都是伪科学 因为根本就拿不出来 科学的证据嘛 对吧 但是呢 现在科学家们呢 还有一个新的想法 那视觉呢 只是我们人类 能够探测到光的 其中的一种形式而已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你除了可以 通过眼睛来看到光 那其实呢 你也经历过其他 可以感受到光的形式 比如说 光照在你的这个皮肤上 你也会有这个温暖的感觉 那不需要你的眼睛 你也能够感受到光的存在 那么更有意思的是啊 在近几十年当中啊 科学家们还发现啊 许多动物 包括我们人类在内啊 除了我们的眼睛里面 有专门的感光的细胞 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啊 在人体的身体内 包括我们的器官里面 也拥有专门的感光分子 那这些感光分子啊 他们就在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 或者是皮肤 甚至是内部的器官当中 都有存在 比如说 污垂皮肤当中的色素细胞啊 就可以探测到周围的光线 从而来帮助他们伪装 而对于我们人类来说 目前已知的这些体内的感光分子呢 他们在不断地调节我们人类平时 潜意识方面的行为 比如说在各种光照不同的情况下 什么时候该保持警惕 什么时候应该睡觉 什么时候应该醒来 还有调节我们体温等等啊 这些不光是从我们眼睛看到的 身体里的感光分子呢 也在起到辅助的作用 那如果说某些人 能够放大这种体内的潜意识 那从而做到耳朵十字呢 这也绝对不能够说是伪科学 另外啊 刚才还只是从视觉和光方面来说 比如说有心鸟儿和蟑螂 他们的体内呢 还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引花色素 那么这个东西呢 甚至还能够帮助他们 直接用身体来探测到地球的磁场 从而来帮助他们生活 那也就是说 地球上的动物啊 本来就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高科技 就像我们人类发明的这种光谱仪 雷达 X光 其实这些机器的探测能力啊 在我们肉身上面呢 就可能已经存在了 如果说有个别的人 因为基因突变 或者说我们现在一些未知的一些原因 获得了一些超能力 比如说用耳朵十字 这个呢 其实完全就能够说得通的 另外啊 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呢 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人的这个眼睛要看到光啊 最主要的还要依靠两种类型的感光细胞 那一种呢 就是这样 长得像杆子一样的 叫做视杆细胞 一个呢 长得就像锥子一样的 叫做视锥细胞 那他们呢 都能够通过化学反应呢 把光能变成电能 从而来让大脑感受到光 不过呢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想啊 他们的这个样子呢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那这些细胞在远古的时候啊 他们到底是怎么自然的生成的呀 那这些细胞怎么就知道 这样就能够把光能变成电能了呢 那这个呢 就再一次不得不让我认为啊 人类或许真的是被神 或者被外星人刻意创造出来的 因为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特别是当你注意到 他们在眼睛你的排列方式啊 他们一根一根的这个排列在一起啊 有没有让你想起来我们人类发明的一些东西 那比如说电脑里面的显卡 和内存条的这个插槽 可以说啊 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他们之间呢 不光是排列的方式一样 他们的工作的方式呢 其实也都差不多 那显卡呢 和内存条啊 也就是通过这个插槽 把数字信息呢 传输到电脑的大脑 也就是CPU 而这些细胞呢 则是把外界的光能信息呢 传输到我们的人脑当中 难道 造造物主在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 就像我们人类在制造电脑一样 是一个试弄啊 那除了耳朵实质啊 其实还有很多明确的进入显示啊 有很多其他的透视的功能 比如说被认为世界上第一位公开 眼睛能够透视人体的 俄罗孙女孩 那莎塔 姜姆基娜 那他呢 就能够凭着肉眼啊 直接把人类的五脏六幅呢 都看得一清二楚 而且来为了测试他的这个特异功能呢 英国的太阳报呢 还特别请他到了伦敦 在医生和 报社工作人员的亲眼目睹下 他检查的每一位病人 和通过X光检查的这个结果呢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报社的一名编辑呢 还出了车祸 那么那他一看呢 就轻易的将他的这个伤出来 都指了出来 而且呢 他还说啊 看到这名编辑的河谷下面呢 还有一个坚硬的义务 结果啊 这是原来这名编辑的河谷下面呢 真的装了一副 太金属的支架 但是啊 那他傻肯定不是历史上 第一个可以透视人体的人类 因为传说中我们中国的神医 扁鹊呢 有一天就遇到了一个战国时期的 另外一个老神医 他叫做常商君 那么常商君呢 就教了扁鹊一个超级的秘书 那就是直接可以用肉眼 看清人体内的病罩 那他呢还给了扁鹊一副中药 祖父扁鹊说 你要收集从来没有沾到地面的这个雨水 那比如说露水之类的 然后呢 然后呢 再用这种水啊 把这个药浮下 那么三十天之后呢 你就可以隔墙见人 把人体的五脏六幅呢 就看得一清二楚 那果然啊 后来呢 根据司马迁史记扁鹊昌宫列传记载了 扁鹊就真的多次用肉眼了 就看到了气候宫体内的病罩的情形 那好了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不过还是友情提示一下 我认为特异功能呢 或许是真的存在的 但是呢 并不鼓励 那些把孩子送到什么特异功能的 培训班的这个机构 因为特异功能 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人类骗人天性呢 我可以肯定 百分之百是存在的 OK 这样看到结尾了 还不帮忙点个赞吗